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裏 我們除了鞋子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這裡有很多客人買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產品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Hello,Tella好,大家好 我們經常都標榜在自然醫療裡面 醫食同源 食物是最好的我們的醫藥 也有學說就是Kitchen Medicine 即是在廚房裡找到一些物品 可以作為我們一些醫藥上很好的功效 其中一種就是肉桂 這個可能在中國人以前的傳統飲食方法來說 都是比較少用 或者可能屬於一些皇上的貢品類 所以民間都比較少用 但是相信在西方那方面 這個肉是很廣泛的 我知道這個肉桂Cynamon 其實是有很大的療效的 袁先生可不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 我相信如果大家是喜歡喝咖啡的 很多咖啡的地方 都有些肉桂粉 任你自己加的 就是一種很簡單的 喝咖啡的香料之一 也有些人去買糕點包 有些Cynamon Buns 這些東西 正如正所說 中國人用這個香料不是那麼多 但其實是很普遍的 很多人都有機會用得到 還有可能廚房已經有瓶在那裡了 如果我們大家了解 原來肉桂除了作為一個香料之外 其實在很多的治療方面 是可以應用得到的 所以 譬如說 是Kitchen Medicine 食物是最好的藥物 好了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肉桂 是一種 英文叫做Cinnamo Varum OK Cinnamo Varum 是一種Cilon 是石蘭的肉桂 其實肉桂的品種很多 有差不多50-250種不同的品種 但其中 石蘭的那個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 還有它的醫療效果 應該是最為主的 當然在香港外面的坊間 可能有其他的品種 譬如叫做Cinnamo Cassia 香港是常見是這一種的 未必是石蘭的品種 所以那個效果方面 未必那麼好 但不要緊 記住Cinnamo Varum 本身是有很好的治療效果的 好了 首先營養方面 我們大家了解一下 如果一茶匙的肉桂粉 即是正的肉桂粉 它含的抗氧化 是差不多一杯石榴汁 或者半杯藍莓汁 這兩個紅石榴和藍莓 都以為是很抗氧化的 但是這個Cinnamo比例更厲害 一茶匙就已經有這麼多了 所以是一種抗氧化 是一種消毒 抗氧化的作用 還有是一種催情藥 催情物質 我們香港人都不太知道 在歷史上 我知道這個肉桂 已經很久很久的歷史 一般傳統的用法 通常是一種香料 但也有一種醫療 還有一種驅蟲用 可能燒的香料裡面 有些肉桂的味 肉桂的成分 是可以驅蟲的 肉桂通常就是 在樹皮那裡 在傳統上 就是用樹皮剝出來 或者是用油 傳統上可以用 對付不同的微生物 幫助那些輻射 或者腸胃 腸臟的胃的問題 甚至乎是驚痛 都可以應用 在古埃及 當然 肉桂主要是用一種香料 尤其是增加飲品的味道 墨西哥通常是用在什麼呢 用在巧克力 或者咖啡那裡 或者是拋茶用的 墨西哥可以這樣說 是用了很多次的 那 還有呢 這個肉桂粉 肉桂是可以補充體力 對於很多慢性病 甚至乎是可以是長壽品來的 是增加你的壽命的 那 我們發現呢 如果每個定期喝這個肉桂茶 是可以呢 對付我們那個 游離肌 那些氧化的問題 那所以呢 因為 陳柴所說 它是很多高度的抗氧化的成分 肉桂粉呢 也是一種消毒肉的 那在日本經常用是 即是腸胃病啊 或者腸吃錯東西啊 那或者呢 有時候呢 有胃繪羊啊 這些這樣 都可以用這個肉桂粉來治療的 那德國的研究呢 發現呢 肉桂呢 可以呢 是對我們尿道 有些細菌呢 是完全 完全是抑制它的 那 還有呢 就對一些皮膚菌那些 那些問題呢 都可以用肉桂粉 用的 那但肉桂粉呢 正常所說呢 還有一種催情 就是增加性慾的工具來的 那最近的新的研究呢 就發現呢 它原來對腦都好的 幫當腦袋 那發現呢 如果你平時呢 有機會啊 那些不斷地咬啊 咬啊 那些這樣的肉桂呢 或者嗅一下這些香味呢 就發現呢 那個增強你的記憶力的 啊 還有呢 令到你的腦道的智力呢 是運作得更加好的 啊 作為一個 一個消毒藥 那樣 那通常呢 那些人呢 就將肉桂水 啊 即是溶了水之後呢 滴幾滴 啊 到一些水裡呢 就當作一種充洗的液 譬如是陰道發炎呢 那如果你有肉桂呢 可以用這些呢 就開了水之後呢 就是灌洗陰道呢 那這個也能幫助到的 那也都甚至乎 有些人呢 就是打液啊 打 就可以用這些呢 就在糖那裡呢 就處理了的 OK 那這樣大家看到呢 那個應用是很多很多的 好了 那今次呢 我就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就是不同的毛病 好啊 怎樣處理的 那其中一個一個地方呢 就是用在那些 那個關節的問題 OK 關節的問題 那有一個最近的新的研究呢 他呢 就用那個 用那個 一用法呢 就用一湯匙的蜜糖 加半茶匙的肉桂粉 早餐裡吃的 那發現呢 在一個一個禮拜之下 之後呢 其中他有二十位 就是用家裡面呢 有七十三位病者呢 是完全呢 是一個月之後呢 是完全沒有了 OK 那就是 以前那些 很多那些 關節的病人呢 是早期呢 是走不了路的 OK 那一個月 他不是百分之一百 二百個人裡面呢 有七十三個可以走回路的 那通常的用法都很簡單 都是用一部分的蜜糖呢 加兩份暖水 加一小茶匙的那個肉桂粉 可以這樣做的 那就可以 就當一個 塗在我們身體的那個環處 那樣 可以幫我們的痛症呢 那個關節的痛症 可以舒緩到的了 好了 另外一個用途呢 就是口氣了 原來南美洲呢 很多人呢 在早上呢 就用蜜糖和肉桂粉呢 開水呢 吸引熱水那裡呢 就用來浪口的 那讓你整天的口氣呢 就可以保持方向的 在那些膀胱鹽那裡 OK 那用法呢 如果處理這些膀胱的 即是尿道的感染 就用兩茶匙這個肉桂粉 加一茶匙蜜糖 一杯暖水裡面呢 是飲溶 OK 那這個可以把我們的膀胱的菌呢 是控制消滅的 然後肉桂在一個癌症都可以的 OK 那最近的研究在日本的 以及澳洲呢 研究到呢 他發現呢 就算一些是很美麒的胃 和骨癌呢 都可以成功是醫好他的 OK 那這些類的人 通常呢 就會怎樣做呢 他就會用大概一湯匙的蜜糖 加一茶匙的肉桂粉 用他三個月 每日吃三次 嗯 所以你看到呢 是個用法呢 就是個份量就是這樣 如果去到這些嚴重的問題的時候 用量就會是 就是用得頻密一點的了 沒錯啦 那從來有些是子宮頸癌 子宮癌 都有的 都可以的 那也有時候呢 有些癌症呢 又痛呢 又發臭啊 都可以的 是 那所以呢 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譬如你子宮頸癌 有子宮癌 那就可以用沖洗的方法 嗯嗯 就是又內服啊 又沖洗啊 是的 因為他會清理傷口 幫你傷口消毒 這樣 好了 簡單來說呢 譬如有些人 雙風感冒啊 就是真的雙風起來了 是 那就可以用這個呢 用又是這樣啦 一湯匙的蜜糖 這個蜜糖 再加四分一茶匙的玉桂粉 那一日用 就是用三日這樣 那這個呢 就用大部份的那些慢性的咳 嗯 還有呢 是幫你清洗那個鼻豆 或者鼻孔濕 是的 好了 對於一些疲勞的問題 那最近的研究呢 他說呢 當然你可以 就是蜜糖那方面 會幫助增加那些 那個能量 那很多老人家呢 他們會很常呢 就有時候用蜜糖 蜜糖和肉桂粉 好像通常都是這樣用的 嗯 那發現這些老人家呢 就會 聰明一點 還有呢 就那個 那個身體呢 是柔軟度 強了的 那有一位醫生 Dr.Milton呢 他做過研究呢 他說呢 用半湯匙的蜜糖 加上一杯水 再加些肉桂粉 那麼早上喝 還有下午喝 大概下午三點鐘這樣喝 那麼整個人的精力呢 是立刻 在一個禮拜之內提升 嗯 所以你看到這個樣子 真是厲害 嗯 嗯 好了 有些人呢 原來頭髮脫頭髮都有幫助的 是 有些人呢 有脫頭髮問題 那麼我用呢 就是怎樣呢 就用一些橄欖油 正正熱多橄欖油 就是這樣呢 一湯匙的蜜糖 一茶匙的肉桂粉 在洗澡的時候呢 就塗下去 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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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十五分鐘 然後洗澡 然後洗澡 就把他洗澡了 等你留久一點都可以的 就是這樣 就是外部外用的方法 好了 還有 原來那些聽覺的失衝 都有幫助的 也是一樣的 每天早上和晚上喝蜜糖和肉桂粉 就是均等份量 這樣就可以幫助那個聽覺的 好了 還有一個地方呢 就是那個心臟病 心臟病 那發現呢 有些地方呢 就會做什麼呢 就是吃那個 就是我常常說的 是那些膏餅 是 用一些chapati 就是那些麵包 通常都是用很多肉桂粉 扔下去的 那如果有些人經常 當是早餐這樣吃呢 他發現呢 可以令到我們 血管裡面的膽固醇 是減低的 那當然呢 膽固醇 我都要大家見過呢 這個不是一個問題來的 那通常呢 用這些這樣的 肉桂粉的食品呢 是會呢 減低那個氣喘的問題 是加強我們的心力 OK 在美國和加 在加拿大 有很多老人院 都用這個方法呢 就給老人家用的 那發現呢 是令到他們的血管 和静脈 在柔軟度呢 就會 會康復 而且 沒有那麼閉塞的 OK 所以呢 這個對心臟血管問題呢 原來都非常好的 嗯 還有一個看法呢 原來在那些免疫能力下 就是 發現呢 每天都是用的 蜜糖和那個肉桂粉 可以加強那個免疫能力 令到身體呢 就沒有那麼容易受細菌 和病毒的侵襲 那些研究法 那些科學家發現到呢 當然呢 蜜糖本身下 有很多維他命 和鐵質的 所以經常用這些的蜜糖呢 亦都會幫助我們 我們的血的 紅血球呢 是對付 和打 打退那個 細菌和病毒的那些問題的 好 那同樣一個食物呢 發現呢 原來它消化方面都好的 OK 那用的是這樣 用蜜糖 加那個肉桂粉 灑下去 那在當作一種食物呢 就可以舒緩我們那個胃酸 幫助我們呢 消化我們那個 那個餐的食物 那 那 如果有時候 有些人有肚痛啊 或者胃潰瘍那種痛呢 原來呢 這個的方法呢 亦都可以幫助得到的 那 那這個研究呢 其實呢 在印度和日本 都有相似的研究呢 發現呢 有些人有很多氣 成為百包袖製 消化不良呢 亦都可以幫你呢 是舒緩那些 那些氣障 這個問題的 好了 剛才講到呢 那個 那個 肉桂粉可以幫助提升那個 性慾 那原來呢 肉桂粉呢 在印度的Yunani 和印度的Yayubadic 即是印度那些 傳統的醫學 那些醫學裡面呢 都經常用在這個 就是過去那麼多千年呢 都用這個呢 是幫助增強那個 男性的精子那個 那個能力的 那有一些 不育的人呢 如果男士 如果他每個 就是經常地 用兩湯匙的蜜糖 去睡覺之前吃 加上那個肉桂粉呢 可以幫助的 那在日本和印度 和遠東那些國家 那些女性呢 很多時候呢 他覺得 就是因為都是 原來因為子宮 弱了 那就 就是 懷孕不了 那都發現 都是一不斷地用這個方法呢 用蜜糖和加那個肉桂粉 就是 很多白營來都是這樣 這樣應用的了 好了 那還有一件事呢 就是那個 我曾經講雙峰 那原來 假毛都可以的 是 那在西班牙有一個科學家呢 那已經證實了呢 用那個蜜糖 再加一個 再加肉桂粉呢 是可以幫助到呢 是 處理那個 病毒性的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感染的 令到那個病人 是沒有那麼容易 是 就是 就是 就是感冒的 好了 那 原來這個呢 也是一種長壽茶來的 嗯 嗯 OK 經常飲用的蜜糖 加那個肉桂粉呢 經常利用呢 是可以幫助我們呢 是對付我們那個老化的那些問題來的 那有些人呢 就用四湯匙 四斤的蜜糖 一斤的肉桂粉 再加三杯水 那來做一種茶 那每次呢 喝四分之一杯 一日三四次都可以的 那令到你的皮膚更加清 就是 潤滑 是 還有呢 可以說呢 是 防止我們身體的衰老的 那也有些說 這樣說呢 可以令到我們 增瘦到一百歲 那樣 好了 那還有一些人 譬如有皮膚的問題 那 譬如暗瘡 那樣呢 怎樣用呢 那都是一樣 用三湯匙的蜜糖 加一茶匙的肉桂粉 那就是 作為一個糊 做一個 做一個 paste 那樣的 那把它呢 塗到那個 暗瘡的地方 就是睡覺之前 那樣 但是早上就用暖水洗了它 那你做它 每天這樣做 做兩個星期呢 就令到你的暗瘡 就是油根拔棄的 嗯 好了 那一般來說呢 就這樣用在 除了暗瘡之外呢 它也可以用在 其他皮膚的問題 譬如濕疹 OK 還有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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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 那就是 不同的 皮膚的感染 都可以 可以用得到的 好了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那個 牙痛 OK 那如果是牙痛呢 都是去用 一茶匙的 的 肉桂粉 再 五茶匙的 的 蜜糖 那混合了之後呢 就 塗在那個 牙痛的部位 那一天做它三次 那樣 直至牙痛都像 那你看那個 應用範圍真的很廣 是 那最後最後呢 我相信最多人都 最有興趣呢 就是那個 原來可以呢 減肥的 那一樣 就是每天早上 每天早上 吃早餐 之前半小時 在胸肚裏面呢 還有臨尾 睡覺之前呢 都會有蜜糖 和加那個 肉桂粉 拿一杯水 就是轉液它 那原來呢 是對一些 很 很癡肥的人呢 都會幫它減肥的 OK 那所以你也看到呢 就是一個這麼簡單的 就是廚房 那種經常都找到的工具呢 肉桂粉呢 竟然那個 那個醫療效果 是真的這麼強 但是記住呢 大家如果外面去買呢 盡量要買那個 是石蘭 出產的 OK 那個呢 是比較貴些 那你看那些 用那些 看那些皮呢 就比較上呢 顏色淺過 另外一種叫做 Cinnamo Cassia Cinnamo Cassia 就一般常見到的 但是呢 它那個掛錢呢 會便宜很多的 OK 但是我們說呢 作為一種治療作用呢 盡量找那個呢 是Cinnamo Vera 是一種白色一點的 是石蘭出產的 肉桂粉 OK 好啊 真的好像余演商這樣說 很簡單單 一種的物質 在廚房 現在現代的廚房裡面 都很容易找到的 一個物質呢 其實在一個療效上面 都很廣泛的 剛才看到 一些的 譬如它又可以用來做一個 愛膚用的用途 也可以 因為它也有一個 撒毀的作用 用來沖洗 甚至當然 在那個內服的時候 去到一些 美肌的癌症上面 都有很高的療效 所以這個呢 都是一個 很容易找到的 一種的保物 希望大家聽眾聽了之後呢 可以好好地利用一下它 例如日常我們的飲品 都很容易 找到適合的肉桂粉 就是醫療效用 比較高的肉桂粉 在我們日常的飲品 都可以加進去 好 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很多謝阿袁醫生 和我們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阿袁醫生做一個背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亦可以透過Skype 和阿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我們的節目的啦 好 今天謝謝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